深夜进入加萨建筑搜查 以色列士兵寻找哈马斯地道 最新又公布画面 拿证据指控敌人 将平民和政府大楼当盾牌 他们宣称在这座地道里 发现通往哈马斯领导人 辛瓦的住所 而且地底紧密网路连接 以利通往未在加萨各地的医院 哈马斯卫生单位宣称 爆发冲突至今 两万名巴勒斯坦人丧命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电视演说中人表态不愿意停火 日前外界传出以色列友谊 展开新一轮停火围棋一周 希望能换回40名被掳走的人质 据传哈马斯领袖也前往埃及协商 而针对停火加速物资援助加萨 联合国安理会三度延迟议案投票 竹因就是美国这边瞧不拢 预计当地周四将会再次投票 不过现在遭到各国研防 威胁鸿海航运的夜门胡塞组织 现在又再次警告 如果华府采取行动将攻击美国军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